好 今天我们教大家一个发球的技巧 就是我们发球啊 不管你怎么发 接触到球的话 始终是手腕跟手指 手腕跟手指这一块 那你看我所有动作没加 我只加手腕 你看这球显然是转的 你看就这么一下 那么刚学发球怎么发的转呢 就学这个 不要学其他的 或者慢慢的发下拳 就发手腕这一块 这一块 你看 那等你这个手腕用熟了 这个拍头会了 那接下来就可以加上动作 这样子就转了 身体一起带 它发出来的球就转了 那么主要是一个什么 手腕手指跟拍头 这关系要处理好 这个三点 手腕手指拍头 你看 来到那边去看一下 那球是转的 你看 我都不动身体 这球是转的 就手腕手指这么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轻轻地求它就转了 就这么手腕手指 所以说这个拍头也注意 你发这些球的时候 这拍头在这里对住 又低又短又转 大家要注意这个手腕 如果你发球的时候用不着手腕 摄影师过来 你看 如果你发球的时候用不着手腕 你看都是这样 这样子就吃不住球 你看都 这靠身体去 只能发快 吃不住球 对 是用手腕的就吃住球了 这球就转了 你看 轻轻一碰 手腕 如果你不用手腕 就发 怎么发也不转 大家要注意这一个